好 目前現場最新情況 我們立刻透過電話連線 為您連線到的是聯合報資深記者 曹宇慧告訴我們現場的最新情況 宇慧你好 喂 主播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在剛剛稍早的時候呢 已經知道了在北平東路的部分 已經有10輛鎮暴警車抵達現場 不過目前在行政院的狀況是不是還沒有展開驅離的行動 那我們目前在現場看到大約有哪些實際情況 是不是跟我們立刻跟所有觀眾朋友們說明一下 目前這邊情況看起來還算平靜 就是學生大概在行政院前面的廣場散步在各地坐著 那警察呢也在低度的維持也不會讓他們在越來直步 之前的衝突的情況已經暫時搞一個段落 不過看起來是 我剛剛看到了外圍一圈 大概在北平東路這一段 就是學生比較沒有接觸的這一段 看到很多大量的那個一些警察在調動的情況 那會不會有進一步來採取行動 如果真的有採取行動的話 應該這邊會是攻擊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畫面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就是警察是已經展開第一波廣播警告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採取強制驅離的行動 我們也持續會帶您關注 所以以會請問一下目前在現場 我們在看到的這個情況呢 已經看到警力跟這民眾好像已經有稍微在接近 是不是表示說行政院以及警察部分 已經有在強化警力的這部分的需求呢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現場的情勢可以說是相當的緊繃 那麼行政院也預計在稍後12點會出面說明 那麼大概說明的方向 以會這邊是不是已經有掌握到相關訊息呢 這個行政院內部的情況我並不是很了解 我看到比較多的是外部的情況 那學生的話他們還是非常堅持要坐在 坐坐在那個他們不要走 然後在那個中校中校東路這上面呢 有一些也那個聚集非常非常多的群眾 可能會是警察如果這麼要執行什麼行動的話 就會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在因為在在那個中校東路 這個這一端 這個上面是滿滿的都是都是群眾 對 所以就您瞭解 您看到這些群眾是不是也要加入 這一群學生的抗議行動呢 學生一直是希望有更多的群眾 要可以進入行政院裡面幫忙增加人力 但是看起來這些群眾似乎在外面 圍觀的成分比較大 他們似乎不太願意進到行政院裡面去 我們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現在在場外的群眾 其實是持續靜坐當中 所以其實也是用一種靜坐抗議的方式 來聲援在立法院以及行政院內部的抗議學生